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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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盘教授给大家打个招 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网上直播来进行交流 非常高兴 另一位嘉宾也是特邀的我们今天每次直播都有一个粉丝代表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粉丝代表是学霸级的 别于北京大学的佩佩同学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粉丝代表佩佩 非常荣幸能跟两位大咖一起来参加直播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来替大家提问 我先提第一个问题吧 刚才在直播前都等待画面上一张老照片 是二位老师在央视做节目的照片吗 他说的是这个吧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 我一看刚才这是当年中国证券吧 叫证券之眼 证券之眼的最早期的中国证券 那个主持人是罗小芳好像吧 应该说央视有股评节目的第一党 对 是这样 现在回头想起来 当初我记得是左如其找我 说要马上中央第二台要搞一期市场评论的节目 现在这个节目得要做个样片 来报台的领导审批这个栏目 这个得找两个人呢先假扮一下嘉宾 然后来看看这个为这个节目打一个底子 最后我说跟谁合作呢 他说陈昊 我说陈昊给 我说又是我的这个学长 完了又是老朋友 是吧 也是我们投资行业这个非常资深的权威的人士 所以我们一起来讲聊 从那时候开始 就一直我们后来我记得 我们也还有做过几期节目 对 咱俩可以吹牛啊 他们老是说到央视做节目 跟他央视节目就是咱们创的 所以说最早的一批嘉宾 关键我是刚看 你看 你看我那个时候还有点小线绕一样呢 这个你呢 这个 这个 我这个这个照片 到四行没有 三十多 这个 一晃多少年了 一晃 二十年过去了 确实 回头一想 完了之后 这个 从我想可能就是两千年前后 我那时候在电视中央电视台节目做的比较多 差不多在两年的时间里 每个星期的星期二 都要去做一次节目 从来以后后来就退隐江湖了 这个不再江湖行走 回头现在出来一看 陈总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几百万粉丝的一个 这个网红大V了 这个确实是这个很佩服 我先介绍一下盘老师吧 这个 除了在清华大学教授之外呢 还兼任诺德基金的董事长 这个诺德基金原先啊 是个外资基金 但是后来呢 这个 这个外国人啊 中国水土不服 这个基金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正好有个机会呢 他希望兵购重组 清华大学说呢 我们清华大学需要在各个行业 这个就是在各个行业中 都应该有我们清华的 或者由我们在那个行业 去成为领军的机构 这个时候呢 金融业缺一个基金公司 于是盘老师就代表清华大学 把那个基金拿过来了 现在这个基金呢 你可以认为是一只新的基金管理公司 他的血统是清华的 因为我知道盘老师招的人 基本上也是清华学霸到公司去做管理 做风控去做基金经理 而且呢 我先说一句 然后再还给你啊 那个我接触了他们中的几位 深刻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脑洞大的学霸做基金经理 你跟他合作起来特别舒服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你遇到的难题 大家做一块很快就有一个解决方案 你出来之后再想 大家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很难找到比这个再好的 这就是 现在咱们看啊 基金经理的门槛现在也在抬高 我听说北京大学的基金经理现在也层出不穷 所以现在又提出那个问题上清华上北大 当然了这个上哪都行 只要能上 金融业将来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 确实是啊 两位老师原来这么早就有过合作 据我所知也是 现在国内好多的基金经理都是清华北大这两个学校毕业的 咱们潘老师是清华的教授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清华是如何培养优秀的金融行业的人才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真是并不太好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清华作为中国的一个高校实际最重要的任务是肩负着人才培养的人 但是呢培养人才呢应该说是多方面的 并不是单纯是金融教育或者说金融的人才 这个我觉得清华呢 这个特别是本科阶段 可能我觉得最值得肯定的一点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特色 他实际更看重对学生进行的是一种通识的教育 也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是做的是一种这个非专业奠定一个人的认识 认识世界这个判断问题的价值观的这个基础的那些 比如我们说哲学社会科学的 我们说美学的科学技术的 然后回过头来这个还有实践的 这个多方面的一些技能和技巧 这个进行了这样的比较好的教育 这些教育往往它是化学科的 是文理这个相互结合的融合的 也没有这么明确的这个专业的划分 或者说是非常这个这个各个学科之间 那个界限搞得非常的清楚 实际不是这样 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式的 是一种知识和能力的综合的培养 在这个通识教育的基础之上 可能到了高年级 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一般的我们说呢 主张在这个基础知识的基础之上 可能再增加一些这个专业性的一些教育 在这个时候 专业性教育可以是工程性的专业教育 也可以是树立方面的专业教育 当然也可以是经济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专业教育 从某种程度来我讲 实际上一个好的金融从业人员 不论是好的研究员也好 好的基金经理也好 乃至是好的基金公司的后台 清算登记啊 IT啊这些管理人员也好 我觉得呢 实际上 在一个比较好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之上 再增加一些专业的知识 这两者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那么可以有助于 他今后在金融行业这个发展的时候 他具有一种大机关 他具有一种跨学科的一种综合的优势 然后同时还具备一点 就刚才像这个陈总所讲的 是他这个能够集中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提出 很有针对的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想到一个通识 加上专才这两者实现一个结合 就把这个博和专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这个我体会的这个清华的教育的时候很重要的地点 当然在金融行业的教育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这个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来展开的 那正好佩佩 你还是 咱们都不能代表清华或者北达 你可以谈谈你的体会吗 北达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们给我们的观众一个参考嘛 到底去清华学超股还是去北达 学超股 因为我专业是心理学 实际上我不是学投资的 我当初选择北大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吧 一方面是客观的 因为当时清华还没有心理系的研究生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北大的人文气氛吸引了我 对 还有卫明湖 北大的校园确实很漂亮 很漂亮是吧 咱们 我们俩表示反对 我们认为清华的校园比北大都漂亮 这就不好说了 当然大家不是比校园 我呢 这个两个学校可能都认我为校友 反正我现在进北大的门 也可以拿出一个校友证就昏进去了 这个北大有他的特点 这个人文分为浓厚至极 而且我其实觉得大家培养人才的方式 就像庞老师说的都是差不多的 我就举个例子 那个我鼓励各位如果有孩子的人 好好的把中介阶段搞完 哪怕是硬式教育 能混进北大或清华 任何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去年大家都知道啊 我到北大去想创歌文凭 其实真的是想学东西去了 学金融衍生品 那做期货嘛 债券和外货的期货 那么到光华管理学院去学 你想吧我做的精神准备就是 那个教授讲东西是非常难懂嘛 我又是外行我修物理的嘛 那我进来之后我就准备好下苦功夫了 但是课上完之后大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人家上来说你要是做金融 你不可能你只懂得金融吧 好吧 你能脱离历史去谈现实吗 那历史学教授先给你讲 两天时间历史学教授 这个中国历史跟外国历史还分开讲 然后最好的历史学教授跟你讲 以经济相关度最高的大国崛起的历史 让你同时了解七到八个社会的存在模式 那么讲完了之后本来还想问问题呢 那你说未来咱们再开大会 应该怎么走 这个指针应该指向哪个角度 结果你发现你不用问老师了 因为他把所有的历史背景告诉你了 结合当前的现状 将如何选择你自己就有答案了 所以自从那个班之后 我们在股市的宏观问题的判断 就再也没有出过大的偏差 给出个区间一般都是对的 为什么 知识和深度的知识 还有法律 政治 艺术等等这些东西 他给你讲一遍之后 最后再给你搬过来 最复杂的衍生品的各种计算 然后你就认真写 写完了之后把你累得贼死 你毕业了 我觉得这种教育真的是 如果不能考上他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 那么花点钱去参加他的一个版训班都是值得的 我不是吹啊 全国及国家的一国之力 不也就这么建了这么三五个聪明孩子的培训基地 这是其一 其二 咱们再说这校园美丽的问题 刚才他说了 就为了在维门湖上待上几年也要上北大 我的感觉是呢 我这人生啊 最有意义的一段就是在那个校园里 那是在清华校园里 我们是荷花池 然后呢 这个dynamo dynamo5年和8年另外你就说 其本身就是意义了 不说获得什么 你的人生最精华的一部分 已经在那里得到了 咱们严肃的说就是这样啊 这个不喜欢就别喷了啊 这个因为必定呢 这是某一些少年儿童 所选择的需要走的道路 就是我好好念书 将来上清华北大 但还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MIT啊 哈佛啊 牛津啊 剑桥啊 总之就是当学霸 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大家是想发财的 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正好潘教授在 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投资 我们虽然潘教授是 研究生的投资学导师 但是今天的对象呢 还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 我们的问题就选择 中小投资者如何在 我们这个股市和散布中生存 由此再展开 那您先来一个钢要式的介绍吧 我是代表跟佩佩一样 我们俩都是粉丝代表了 作为我们中小投资者 这个股票怎么玩 很简单 钱怎么挣 我觉得实际这个问题太 也是太宽泛了 这个陈总一讲 大家呢 您说什么都可以 中小投资者 实际不管是中小投资者 我是所有的投资者 进入市场 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都是希望能够获取盈利 但实际上呢 这个都是希望通过投资来获取收益 但是获取收益呢 这个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那可能最重要的时候 是大家要确立一个投资的目标 最重要的一个投资目标 实际上就是说 我自己希望 这个我这个整体的 我的资金的性质 我这个人个人的风险的偏好 决定了我对我这个整体的 这个投资的资金的本金 这个具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看法 我是一个这个希望 让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 获取一个相对稳定一点 收益率并不一定很高 相对稳定一点的一个长期收益 主要这个将来为了支付我自己的 比如说养老的这些 这个这个维持退休以后的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这样一种需求呢 还是我呢 在这个一段时间这个积累之后 我希望用我这个投资的资金 这个能够满足某种特定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子女的这个教育 这个婚姻结婚 完了之后有时候是为了这个特定的实现某一种需求的时候 那么我呢可能要设定一些不同的一些目标 还有一些投资者说 我可能这个在这些日常生活和未来长远的一些规划安排上 我这个并不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我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让我这个整个投资资金 能获取比较高的回报 是吧为此我愿意 或者我有这种风险承担能力 可以承担比较高的一些风险 我觉得呢这样的 先可能要确定这样的一个目标 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以后 相应对应那么 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所谓的 这个投资的一个目标决定了你的投资的规划 或者你投资的一个计划 就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 比如说我们说中小投资者 很多人当然毫无疑问 大家希望在短的时间内赚钱越多也好 但大家知道在做这个决策的同时 它隐含着一个相伴而生的问题 就是你可能要承担市场波动 给你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我们要在长期的收益 或者说和市场波动的风险 两者之间进行一些抉择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就是配合自己的目标和策略 要选择不同类型的投资工具 因为在资本市场中 我们说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金融工具 可以分别为我们实现你自己的 不同的投资目标 帮你能够相当于是 就这种工具的使用 可以有助于你来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 比如说我们这市场上 我们有期货品种 我们有些期权的品种 这都是一些相对来说高杠杆的一些品种 它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 获取比较高的收益 当然同时可能要面临比较高的一些风险 那同时我们说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一比较权益类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品种 权益类的投资品种也包括了一些稳健 我们称作所谓价值型的一些投资 也包括一些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整体的收益是寄托在企业的高成长上 我们说成长益类的投资 那么说权益类的投资之外 我们说我们还有固定收益类的 也就是像这些债券 我们说还有这个基金 我们公募基金 我们发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实际也是相对来说是基金经理用老百姓的资金 在一定的投资策略的指引之下 去进行不同类别的投资品种的一种组合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说现在还今有更多的一些 更满足不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一些新的品种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FORF 公募FORF去年中国证监会已经开始允许 这个基金面向社会来发行 现在大家各个基金公司都在利兵莫马 为这个东西来做准备 FORF实际上它就是FOF实际上所谓基金中的基金 相当于是对不同类别的基金产品 再进行一次二次的配置和组合 这样相对来说它可以运凭整个不同基金 在不同的自己的策略指引之下 可能带来的市场的一些风险 那么能够更好的平滑它的收益 这时候呢可能就对那些更稳健的一些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 所以从这些角度出发 我觉得中小投资者实际你要在你的投资目标 或者说投资规划的基础之上去分别可以做某一种投资工具的选择 或者某几类投资工具的组合 或者是我们说像FORF这种大类资产配置不同类别的投资工具的一个在比较混合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再配置 那么这样实际上我觉得最终都能够找到满足你需要的 跟你的风险天好比较适应的这么一种投资品种 好的谢谢派老师 现在网友提问非常踊跃 这位叫做海天一线的网友提问 最近应该关注什么行业 请二位老师能不能说一下 陈总 这天天你这个指导投资者来投资 你来这个 这个 刚才潘老师讲这个非常的专业了 我这个翻译一下 第一目标很重要 这个我体会特别是 我那点归我本政委领导的基金经理 现在可已经是两位数了 这个快接近15个了 这个目标很重要 当目标确定好了之后 他就不输钱了 这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得讲一个例子 咱们作为一个补充 这个我接点地气 我的例子都是我的事 正好大家知道的事 最近呢我们不是搞一个公益活动吗 就是梦想2017 这个是个助学活动 我们这个蓝板在底下就有这个广告 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给詹区小孩去圈书 那我就发了个愿嘛 我说今天我作为这个基金经理 管理的资金今天我要是挣钱了 我就买一本书给这个小孩 当然是掏我的钱 基金挣钱的是给基金挣的钱 我为了庆祝今天我活干的不错 我买一本书 当然是第二天了 第一天我买了一箱 今天我买了十一箱 但是这个事情跟这个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这是不是就想别的了 我就不想着 就咱们平时想的 我炒哪个股票 我炒哪个板块 我要赚多少钱 他想的就是今天怎么着都得做赢 赢了你就有一本书买 你不赢你有钱 你就不好意思花钱嘛 你想你这赢了得多重要 赢亏是最重要的问题了 因为赢了我就有权去买这本书 对吧 既然赢亏很重要 那你计算啊 咱们假设你一天 哪怕就这千分之五的话 那一个月那不是也是百分之十吗 所以你就是想我们平时的问题出在哪了 我们手指头代表的目标总是无限之大 一出手就想到三五天内 正一百分之十回来 其实是做不到的 但是呢某一个市场环境下很多人做得到 他们投资的人就相互忽悠 你看五千点之前 尤其是三千到五千点之间 我们这些大V也是身受其苦 因为有很多挣完掌听板 又挣掌听板的人 他都乐疯了 疯了之后 跑到那个微波那去 踩过你去 你这人还哪哪哪哪的呢 你说你笨成这样是不是 你看我 于是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浮躁 所有人的目标都不得了 我认识一个大户 这可能是第二次说他的故事了 不好意思啊 他不会来听我微博的 你放心 不会听直播的 三百万挣得一千二百万了 你想把他股市里拉走 你说够了吧 他到处夺你 为了他不出去 你给他打电话 他觉得你特讨厌的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够了吧 周围有十个人跟他说 谁还能翻倍 谁还能翻倍 人就晕了 那回头再讲呢 你是不是他了呢 目标很重要 目标是定得越低越好 咱就不说风险偏好了 因为大家算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哪个风险偏好的 第二 潘老师讲的那个 你投资就得有办法 你坐那说 其实我们怎么考察基金经理呢 我不是基金经理 我只是一部分资金的基金经理 但更多的资金就是潘老师说那个 福福基金 是把钱分给更多的基金经理 大家一块玩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有一部分是我挑的 一部分是潘老师挑 我们俩呢 他的基金我又负责主承销 等于将来潘老师那一堆优秀的 学霸基金经理都会在这个位置上去讲 我怎么赚钱 其实他是先讲给我听的 我听什么呢 我听第一你有没有办法 第二你的办法对还是不对 因为你说咱们在股市里都混二十年了 虽然我们自己可能只会一种挣钱的方法 但是别人怎么把钱挣出来的 我们看也看了一大堆了 这个研究研究一大堆了 所以你得有办法 那就散户来说吧 跑题了 这个散户来说 这关键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投资套路 和投资工具体系 而是呢 今天从我们俩说的有道理 就跟我们俩走一道 因为明天受点挫折 又找理大消息了 跟他再走一道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总是在不停的大V之间有板 这其实就是很难说 刚才再回答你最后那个问题吧 到底看好哪个板块 我把盘老师出卖了一下 刚才他跟我说了半天熊安板块 这个我明确的说是这样 这个看好和现在买是两回事 我也在盯着这个板块呢 但我估计呢 三五个月之后再动手更合适一些 在我看来 每一个板块的孵化都是一个过程 最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斗帕老师原讲 说点不该说的话 一个板块要想翻倍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把散户洗出去 我在监控的这件事 什么时候这么有价值的一个板块 散户越拿越少了 这个时候你就差不多就能来了 那这就是有点投机思想吧 但是你要说未来的潜力 咱们都是往年底说 还有一个呢就是 仍然是市场它是轮回嘛 咱们想想2013年神是打头的 应该是中小创 中小创在2014年大牛市启动之前 先启动了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超跌 在超跌里面逃出一些 对未来有成长性的股票 于是机构就提前发动了行情 等到这个2014年 这个10月份左右的时候 大盘大爆发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是以证券股为龙头 带着所有股票一起冲 那冲到顶的时候呢 中小创那些股票呢 翻了一翻再翻了一翻 它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收益 是百分之三百到四百 但是你要想有这样的收益 你必须等待一个过程 就是中小创的股票 腰斩再腰斩 这是一种轮回 你要把这个理解为 投资者的一根知识吧 这个第二个我能提出的呢 假如未来三五个月啊 我不说蓝筹股会怎么样 因为蓝筹股负责稳定大盘嘛 中小创要是再出一个结构化的 向下的框基 很多股票就是腰斩再腰斩了 那个时候有一批股票 会被谁呢 就是来过咱们这那个陈毓 那样一批基金经理盯上 他们天生就喜欢在一堆烂石头里面翻 翻出一些含金量高的 然后就是他了 所以说你说下一路大类的关注点 我现在是反对大家关注漂亮五零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一个原理 再漂亮的美女所有人都盯上了 也就轮不到我了 对吧 所有的淘宝收藏品股东投资 什么叫捡烙啊 都得是那个大家不关注的部分 什么是有希望的 收进来慢慢等等风水轮到他那 所以你要按这个思路呢 眼光似乎更应该放到成长股 和喜欢的概念上 大概就是这么两类吧 好的 谢谢陈老师 班老师还没说呢 班老师您再说两点 我觉得陈总说的很好 因为这个有一点抱歉就是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我们作为公募基金的这个管理人员 是这个中国证监会对我们的这个 对外发展的看法呢 应该说是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一些要求 我们不能公开的对一些股票来进行评论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实际投资的基本道理永远是不变的 就是大家实际是还要抓整个市场大的一个趋势 最大的投资最大的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真正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来源 一定是来自于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 这个只有那些长期能够持续发展的企业 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长期的回报 投资者投资这样的一些企业 实际上是分享这个企业的长期的成长 这是一个投资的基本道理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基本道理之下 那我们对什么类型的这个投资品或者说股票来进行投资 它确实又有一个价值和它的价格的一个这个权衡和比较问题 我们说有很多公司是很好的公司 但是有很多公司在整个价格已经超涨了 或者说已经涨的比较充分的时候 对你来说就不一定在这个时期是个好的股票 所以呢我们大家要第一步是要很好的去挖掘那些 长期能成长的有好的这个投资价值的一些企业 第二要适当的判断一下市场的时机 对这些不同处在不同价位的这些好的公司 它来进行一些分别的甄别和筛选 你回头像我们现在这一年大家都知道 漂亮股龄 大家说这些这个大盘蓝筹股 这个银行股啊 这些消费类的股票 这个大家都全社会都已经看好了 都非常看好 确实这些公司不负众望 确实是这些年保持长期发展和成长 但回头来我们想 说三年前两年前 这些公司也是这样 甚至那时候的投资价值 或者说这个投资这个整体的价格上涨的空间 比现在还要大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我相信当时全社会我们绝大部分投资者眼睛都盯着 都是那时候这个中小版创业版的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也为什么呢 因为在13年14年15年这个大的牛市的里面 已经是反复被大家证明说这些股票是可以买了再买的 它能给我们带来高的回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现在长得非常好的这两年表现 特别是今年以来表现非常突出的这些大盘蓝筹股 实际上是不在大家判断的事业范围内 也就是说一年前 如果有人说我这个时候我要去买中国平安 我买招商银行 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去买我们这些中小版创业版很多高成长的股票 去买这样的一个大家认为说很西洋的行业的这个这个已经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 不能给你带来超额回报的这些公司呢 那么一年以后我们发现错了 可能那个时候买的中小版创业版高成长的一些公司 但是你在一个高价格上买了 这时候你要为这种投资高价可能要承受这一段时间套牢的时间 要等待这个企业的成长 而当时大家觉得企业的成长的成长性看起来没有这么耀眼的这些大盘蓝筹物 可能在这一年多实际给大家提供的是最好的一个回报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 我说这个投资的基本道理永远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大家这个要认真地去分析价值 然后去适当地判断市场投资的时机 在这个价值和价格两者之间去做一个权衡 或者说做一个好的一个学者 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有时候要坚持一点印象思维 坚持一点这个不随大溜 有一种自己建立在自己的特定的投资理念和偏好基础之上的一种坚守 那么最后我相信这个你最后发现成长股可能能让你赚钱 价值无业能让你赚钱 甚至有时候这个明显在有些投机性的股票也都可以让你赚钱 也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要去买合适的品种 对大家可能是最重要的 好的 谢谢潘老师 有网友提问 请两位老师能不能讲一下医药板块 你得挑一挑 医药板块我还是认同的 医药板块有几只股票相当不错 但我的相当不错更非专业一点 我的相当不错就指这一条 就是机构控盘 目前来说就是前一段时间当然也出了一些问题 就好多股票闪崩 这个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机构控盘 原因是因为当时市场资金面出了一点问题 以至于某些机构需要套现 但是从大的环境和原则上来说 如果股票机构不控盘 结果是更糟糕的 就是现在的某些熊股都已经跌的 就剩渣渣了 还把钱走呢 这个而且5块钱跌到4块钱的损失也是不小 这个跟50块钱跌到40块钱也没什么区别嘛 医药股现在有一批股票是被很多机构 当成是防御性品种 就重仓持有了 但是买至重仓你得自己去挑 我上次给大家介绍方法了 用无中成本均线 它只要在无中成本均线上方横盘 且呆呆上方的时间 远高于呆呆下方的时间 那这种股票呢 暂时就具备一定的稳定性 医药股符合这个特征 好的 这儿还有一位网友是R7打头的网友 他们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估值 有些个位数的市益率的公司 涨得还不如几十倍的这个块 各位数市益率不涨 有的几十的还在涨 您怎么看 我觉得估值呢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是吧 当然我们简单的说 我们说呢估值 比如我们大家经常 大家喜欢用市盈率 市益率 这个市境率 也就是PEPB 来做这个整个一个股票的 它自己的投资价值 或者风险高低的一个评判 但是我说呢 这个事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比较复杂 它确实不单纯 是一个市益率低 或者说估值低 这股票就一定能够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大家知道 在投资中永远是这样 如果谁要认为 说我在投资中提炼出了一个 这个这个 放之四海耳结准的真理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 在投资实践中一定会出现问题 因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知道 投资这个市场实际 本身就是相互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当所有人都共同看好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一定把这个整体这个市场 对这个东西的价值的判断 可能已经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 大家都看好了 所以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 大家这个时候可能这样的一种判断 最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就像过去我们就有句古言讲 所有人都认为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今天就会发生 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的投资心理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整体的投资者的群体投资行为 形成共振的一种产物 那么这样的一个 大家对这个事先首先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或者说建立起这么一种理念 也就是说不要去试图用一个简单的结论 一个简单的 哪怕是大家认为在理论上比较站得住脚的一个结论 作为自己的投资的指南 估值高 固然有相对于估值低的股票来说 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股票的价格相对于它的盈利能力来说已经超涨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10倍市盈率的股票它的风险看起来比50倍市盈率的股票是要低的 这一点呢 说也就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说10倍的市盈率的股票比50倍市盈率的股票可能要好 但是这个事我们说呢也不能做绝对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市盈率实际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静态指标 它反映的是已经过去的一个实践 也就是说是一个历史的状况 那么市盈率它是用它的整体的市场价格和它的每股收益的一个比 这个这个相比之后得的一个比值 那这个低就意味着说我这个整个这个企业 比如说去年盈利状况非常好 在现有的价格上我这个盈利状况非常好 所以我的市盈率很低 但是今年怎么样 明年怎么样 三年以后这个公司 它的盈利是不是还能保持这么高的盈利水平 实际这牵扯什么问题的 这牵扯的一个企业的成长问题 企业整体的这个价值成长是不是能够持续的 所以在一定情况下如果一个公司我现在的盈利能力很好 但是我这个整体的企业在未来整体的前途相对来说比较渺茫 或者说比较这个道路会比较艰辛 它的整体的成长性没有这么高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些公司低估值的公司 它明天可能相对于在这个价格上相对于明天它低了的收益能力 盈利能力来别 它的市盈率明天可能就会高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反而是实际上 大家觉得这个现在对它进行投资风险反而是大了 反之有些公司包括我们的中小板创业板 我们坦率说中小板创业板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这个板块在我们的市场中确实是有比较多的高估的成分 但是是仔细去分析和研究 这里面有很多的公司 特别是一些行业的龙头性的公司 尽管它的估值可能也在50倍80倍 但是看到这些公司有些公司行业龙头公司 它的整体的业务成长的这个趋势来看 那么现在呢你就发现它尽管现在适应率比较高 但是呢它未来业绩还在三五年内都能保持三五十以上的增长的时候 最后你会发现那么可能相对于高适应率的这些 这个这些尽管现在适应率高的公司 它比那些适应率低的但是成长性很低的公司来比 它投资价值反而也还是这个更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时候适应率高的公司 那么加上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性 那么这时候并不一定这个输于适应率很低 但是相对来说成长性比较弱的一些公司 总之我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实要对这个公司进行估值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它的主营业务的增长的情况 结合行业的景气循环周期的变化的情况 结合着这个公司长期的自身业绩的增长的趋势 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而不是简单的挑一个适应率低低的公司 可能就最好 大家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经实践 那这确实把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 谢谢潘老师 陈老师 我觉得是各位中小投资者要真想去学估值算法 去报秦仁华的安比喻安比喻 潘老师那个课 他好像讲好几天都讲这个 他自己讲的都很烦 到我这来 他说你意思就是你别学这个了 这个东西专业人家是必须会的 这是一种语言 否则你不知道别的经济你在想什么 这个你哪怕你不管说贵州茅台有价值 还是说招商银行 那你价值的计算的理由呢 那不能拍脑袋就这么一说吧 他总是有一个算法 最后在逻辑上去支撑 但我也真认为中小投资者真别学这个 要咱们国家都比股市六千万人 大家都得回头把您那个教案拿过来 然后认真去读一遍 这股市就别办了 我们得让大家去明白这股市分几类吧 一类呢是属于适用率很高的 但是呢他很可能有成长性的 这个就是成长板块 以中小创为主 另一类呢就是适用率很低 那个业绩又很好 那这个呢你有人说那个叫 叫什么来的叫漂亮50啊 大蓝球都指的这个 其实就是大盘集合股一类 小盘成长股另一类 那么市场的投资风格呢 经常在这两类中间切换 就是说这一类火了 你就去看那一类什么时候动 我说的是实战投资经验 那一类火的是不是你看下一波是这个 我就还是有个故事讲给大家 我们上一个基金 那不是班老师旗下的 也是他当时做的是价值型的 那个时候成长类的已经长了一年多了 那那个我的意见呢就是 因为我找他来组织给他任务嘛 我说你坚持你原先的办法 不要向那边投降 我特别怕他投降过去 因为你想人家都挖掘了 那边谁是领头的 就是那个陈宇他们嘛 陈宇还在电视台上 我们一起去讨论如何去翻成长谷 都翻了好几遍了 你再来翻还剩下几颗 这个咱们就叫玉石啊 你在那个河田那个河道里面 大家最后都开着铲车挖石头筛 去找那河田玉根本就没了 所以这个中国市场的特色的东西啊 都是什么都有用 什么有都没用 就刚才班老师说的那些那个意思 更多的你还是要更注重 市场风格的切换和跳跃 尽量做冷门的 别去做热门的 那天还是在央视啊 我说的都是别人的事啊 这个分享啊 那天在央视 专门他那个制片人找来一个测试 那是某个证券公司做了一个指数 就是把这周最火的 最热门的还换手率啊 50支股票拿过来做一指数 每天周一换股 就永远持热门股 最后测试的结果是呢 就是经过了多少年之后 输的连渣都不剩了 回头你再想原理 假如什么热追什么就能发财 那是不是谁都能发财了吗 冷门股不好找 因为多数股票都不动啊 热门股都看得见 每天各种排行榜 那能挣钱吗 所以在概率上叫什么呢 那漂亮50 谁去谁去我不去 你为什么两年前说这事多好啊 是不是 就是两年前说这事 我愿意等两年 等今天我出货给你 就这么一思路嘛 好的 谢谢陈老师 也谢谢网友给我们送的西瓜 这儿有一位叫清欢淡烟的网友提问 请两位老师谈谈下半年整体的节奏和行业判断 有问题 你也真说 没有问题 因为确实我把握不好 这个我们用什么尺度来跟大家来做这些工夫 那不是就是工夫基金是不能犯错误的 要是要犯错误我们私募基金犯 那个下半年啊 是这样说啊 咱们先说这个市场 市场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 市场到现在为止呢 走得非常的稳健 咱们没有理由不点赛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5000点跌下跌的时候 中小投资者喊的最多的 就是这市场跌是可以的 不能这种跌法 你给我想办法让我市场稳下来 那现在市场稳了 稳都不能再稳了 我注意到啊 中小散又有意见了 怎么能这么稳呢 我们要求活跃的市场 然后呢我们最近发现这个江湖有点乱 然后各种不同的这个大V和学者 互相就怼起来了 这个说股市的问题在这儿 那个说股市的问题在这儿 我说股市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是自己的问题 咱们不讨论这个啊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这个目前维系市场现在的当前的位置 已经越来越辛苦了 你想想啊原先这个市场 你比如说那六百点大反弹八百点大反弹 就是二六三八点一直到三千三 整个市场呢有一种齐心协力一致看涨的风格 现在其实还是三千点附近嘛 那市场现在的人心有点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原因在于呢转一大圈之后 漂亮五零太漂亮了 比如说那张商银行 这个现在还在最高价格 尤其是贵州茅台 但是问题是中小散有几个有贵州茅台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沮丧 那么请问现在中小投资者 愿意把自己腰斩了再腰斩一轮的 跌跌剩渣这儿的股票割了 去买贵州茅台嘛 打死谁他也不这么干 所以就做人吐槽 这个会导致市场在短线上二次探底 探的是那市场底 我胡说八道啊 李大乡的婴儿底 这个有可能要再探一下 但是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之前 也就探那么一下 漏了好日子就来了 守住了好日子也来了 所以其实我也想正面点说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你要说节奏 我们一直认为市场的下一轮 终极反弹或者终极牛市 应该是今年年底进入初期或者是准备期 但他的这样说吧 假如今年年底市场就转暖了就好了 那么是终极反弹 目标还是三四千点 假如今年年底市场在相对低的位置稳住了 如果能在相对偏低的位置 一直坚持到明年五六月份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大牛市 五千点是能够重新修复的 市场能不能再得到五千点这个位置 取决于市场舍不舍得看一眼两千多点 也就是说哲学的意义就是说不迫不力 那你要说我坚持持续看三千点 不许再建二就是二九都不行 那么就没有三就没有四五 他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就是两只靴子的比喻 第一只靴子掉地线了已经稳住了 市场没有流动性危机了 还有第二只靴子市场底在哪里 你让我看一眼啊 看一眼了就第二只靴子到底了 机构要吃饭 那下一轮吃饭行情呢 你算算时间表啊 这个三年之后机构就熬不住了 还是要制造行情的嘛 不破不立 程老师果然很圆博 那个潘老师您 这个我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公开对市场发表的看法 这个所以我刚才在这不断学习了一下我们的监察金额部 给我的这个对我们同学院的要求 不能对这个什么东西发表意见 不能对指数点位增长率数据 对大的这个可以对行业和宏观市场发展趋势进行判断 但不能对10点指数点位增长率做具体等数据做预测 不能够对个股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等等 我觉得因为我在学习 因为很久 我差不多我现在回头想这种 我已经有 说咱们在央视那十几年里 对 十六七年里有公开在发表过看法 做这个网络直播更是第一次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整个公募基金的国家对这个我们从业人员有一些要求 我刚才又学习了一下这个 我觉得可以谈一点我的看法 陈总他对指数点位做了判断 我是不能做这种判断的 但我觉得我倒是真不太同意陈总的看法 原因是我觉得指数点位 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并不代表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实际对大家就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或者说这个对大家的这个历史的记忆能形成一种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唤起这么一种记忆 但实际它确实不太反映真实的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特别是上证指数 我们这个整体历史指数的编制方法具有自己的一些缺陷 这种缺陷在大量的新股不断上市的情况下 特别是大量新股不断上市 而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这个股票是非流通的 也就是流通的股票数量非常少 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股票进行实际流通的时候 这个整体上这个大量的上市公司 庞大的市值和流通市值 而现实这个带动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总市值这样的情况下 形成的这种指数的计算 特别是大量的新股上市造成的指数计算 实际上已经让我们的上证指数 这个基本上已经完全是真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今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100点 和这个2015年 这个年初大盘从2000点上3000点走的时候 走到那个3000多点的时候 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可美性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个人呢确实就并不太 尽管我们也看看做的技术分析 看一看支撑啊压力啊 做一些这种判断 但有时候我觉得确实并不一定说的问题 但有一点大家应该去看 就看什么呢 我们看不同类别的股票 它自己的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估值的中心 或者有时候 大家可以对这个整体的不同板块的公司的平均的适应率 或者说特别是它的动态的适应率做些比较 那么你可以把2014年15年16年17年 我们现在整体上这些不同类别公司的板块 它的整体的这个动态的适应率来做一些比较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工作我是做过一些 我发现我个人对今年下半年的市场 我是比较乐观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市场 今年上半年应该说是比较大力度的扩容 造成我们这个市场指数并没有怎么动 但大量的公司 特别是中小版和创业版的公司的市场的中枢 已经极度下移了的这种状态之下 实际上相当多的板块和相当多的股票 它的整体的投资价值 比较诱人的价值 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动态的估值 再和整个大的一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环境 来做一些结合的分析来看 我就觉得2017年下半年我的看法 不比上半年差 或者说应该比上半年还更诱人一些 也就是说很多股票上半年的调整下跌 已经让它的这个初步的投资价值应得于体现 但是下半年整体的市场呢 也有考验 我觉得大家要比较密切的关注 从宏观经济角来说 大家要密切关注 我们整体上这个宏观经济走势中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流动性的状况 因为现在呢 我们确实感觉到这个整个国家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 和控制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风险的这个状态 整体上我们说我们降杠板 这个拆掉各种各样的通道 降低金融风险的这个过程之中 实际上确实造成了一定市场的整体的 这个我们说的流动性 实际上现在是收紧 这样的一个收紧的状况 在一定情况下 在下半年会不会继续落榜 或者会不会继续持续 或者会不会在六七月份的某一个时间 可能会出现一个拐点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拐点出现 那么我认为 我们可能考虑到本身的市场的估值状态 整个流动性收紧的状况 如果还能有一定的和缓 或者出现一些比较良性的一些改善的话 那我们觉得 对整个市场的下半年的行情 确实就不应该特别过于悲观 但是这个我刚才说流动性状况 现在是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状态中 特别是可能六月的下雪 现在大家都感觉到 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会比较紧一些 大家要把这个东西要挺过去 挺过去之后 再看整个宏观的状况 然后结合着市场的估值 来进行判断 我大的分析判断 我认为可能今年 从市场上比较困难的日子 应该说已经过去或者正在过去 后边可能一些板块和股票 比较好的一些投资 或者说布局的机会 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 好的 谢谢潘老师分享的干货 刚才我看到有粉丝吐槽 说散户如果能把这些都搞清楚 应该说的就是估值吧 然后累死了也不一定能盈利 好像有点失去信心了 陈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你散户玩散户的吗 这个殊都同归 比如说散户应该学是吧 那个曾经啊 我是跟机构的基金经理混嘛 那个上一次那个谁 那个程周来了 他是怎么说的呀 这个他现在带徒弟了 那徒弟也问他 那徒弟也都是硕士毕业的 那么好像比你们北大的 他说那陈老师我从哪开始学呢 那程周说先学看图吧 那个上手快 其实散户最该学的就是看图 因为你谁手里都有一堆软件嘛 看图怎么看 这个作为散户来说 你要站在机构的对立面 那机构呢算计上市公司就够了 他不需要算计散户 散户呢你应该学会通过看图算计一下机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图值如何呀 他会进行各种计算呀 他甚至还能够进行调研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盯着他不就完了吗 他们跑了呢 你赶紧跑啊 你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跑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机构为什么要出货呢 他也不告诉你 今天大家有福了啊 刚才虽然潘老师跟我观点不同 但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 我们两个人是两队的 潘老师是二队的 我是四队的 就是潘老师代表的 应该就是市场的正规军 那主流投资机构 他们给予整个市场的看法 因为他们天天开会 一块就说这些观点嘛 不会有人特别例外的 我呢 大家不要介意我什么观点 有人说这个你私募 尤其是做私募基金兼分期时 你翻脸比翻书还快 你有的甚至无耻到这个 嘴巴上正说着空呢 手指他已经开买入 开仓了 今天我今天就有买入开仓 怎么着吧 这个呢是这样 刚才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短线 短线流动性偏几 潘老师说只要流动性 稍微略有松缓 记住啊 这就是个信号 这就可以动了 那好了 这个周末有事干了 我有事干了 我把那个央行的流动性数据 给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呢写到股市会里 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小川同志 这个到底是怎么想问题的 这个是散户不用学啊 这个分析怎么分析啊 我一说的话就是把简单的问题 完复杂说了 怎么要分析这些原始数据 原理上简单 先加一套高通滤波 再加一套低通滤波 把两个滤波器同时使用之后 信号就提取出来了 这个无论是财经信号 还是天文学信号 还是医学成像的照片的锐化处理 都是这个办法 我今天就这么说 我们当一下功课了 陈老师您说的简单 我们听的好复杂呀 那你就坐享其成就完了 我说完了你听我的 你听我结论就行了 因为刚才陈老师说了半天 还是在我们 还是在我牺牲我自己的情况下 陈老师把这个观点说出来了 下半年原则上是看好的 你就翻译成必须看好就行了 然后呢 当前是有点困难的 你就翻译成困难 主要来自于货币那一块 然后呢 只要那个一转 考试则就来了 挺阳光的嘛 这个没事保证不犯错误 我坚持短线见顶了 这不是现在短线吗 在某个范围内 一个箱体内 你不能说箱体 波动都不让我波动了对吧 那股市没有点弹性呢 还好玩吗 不就没人玩了吗 我就是那制造弹性的 这个我说股市短线见顶了 大家呼呼出去了 股市往下走一点 走一点之后 说有些股票可以便宜了 买了吗 大家在晚上一点 维持一群人在股市里坚持玩 也是对资本市场的贡献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这直播就是这样 没有大家同心协力的维系的市场 这点生气 谁还在这儿待着 谁在IPO 市场不就没功能了吗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合理的就是有道理的 对 那现在时间已经到八点了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吧 有粉丝说钱已经准备好 您的公募付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开始公布了公募基金可以发行FOX产品这个一系列的制度之后 我们应该说这个诺德基金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我们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三支FOX产品的这个我们的方案 而且这三支产品都已经这个经过了大变 应该说是随时随地 我们已经整个公司为这个这个产品的这个不同策略的三支FOX产品的运作 已经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立并莫马 所有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而且呢 我们结合顶监会金陈董这儿 我们一起来进行联合发行 那么这个时候借助这个顶监会金比较良好的市场的渠道 能够有助于我们把我们这个整体的产品这个发行工作也能做好 应该说我们是万事俱备 只等中国证监会这个最后发令 这个准许我们来发行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最快的速度把这个产品发行完 然后呢去进行这个好的投资布局 争取给投资者带来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控制良好的 能做到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能够达到一个可以的汇报 好的 祝咱们的霍尔夫大麦啊 那个最后 嗯 咱们请陈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 好吧 讲一讲 如何参与您的这个梦想2017工艺活动吧 啊是这样啊 这个因为每次呢我们都接这个舞台 在在在在替我们云南山区的小朋友 在多争一些图书 这个活动其实是这样 我们呢 这当时我到云南的时候发现啊 很多学校非常可怜 小孩没有课外书看 嗯 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啊 你只看课本连点课外书都没有 他们这学我看是白上了 我接触我家孩子就知道 那知识丰富的那我都称不接舍 我在北京那个学霸的小学去上课啊 我给他们讲科学 沃沐岛这些小孩 他到山区那多可怜 我说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一口说我要当科学家 我心里说你饶了我好不好 你们就是当不了科学家的 咱不是说瞧不起山区小孩 他那成长路线等他那个酒店易入教会完了 那他他真的进入不了中国科学院 咱不是说其实是谁 但是他将来可能是企业家 甚至可能去当律师 很可能去做各种各样的 对家庭有好处 对社会有好处的更多的事 但他们不知道 你应该给他们让他们 天天跑去给小孩讲课呢 把书送给他们 原先我说啊 把你家不看的旧书拿过来给他们 现在我改了啊 这个现在咱们每人一人一本 寄给我梦想2017办公室 在我们的官网上大家自己找就行了 我有145万粉丝了 一人寄一本书就145万本 你记得145万本是什么概念吗 每一个山区的偏远地区的县 需要20万本书 全县的小孩就有书看了 咱们要真有一百万书 那能解决五个县的问题 一个县有多大你知道吗 在古代一个县就是一个国那么大 比如说中山国可能也就一个县那么大 对吧 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啊 这个今天的直播呢 咱们就差不多到这儿了 我们需要谢谢盘老师的 应该这个 听出很多的 很多的道理和信息出来 还有一个秘密 我必须在这里 当了盘老师的面去坦白 大家知道我在股市的很多分析 还是可以的啊 咱们不说是登峰造枝 不说是不错 谦虚点嘛 还是可以的 很大一部分是盘老师的指点 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采访 或者喝酒 酒后吐真言嘛 这个盘老师在很多方面 是比我强得多的投资大师 我是祝福盘老师将来成为中国投资大鳄 诺德基金一千亿是起步 然后一万亿那是应有的规模 这个我负责主承销发行的 诺德的富富基金 各位不用多买 一人买一千块钱的 这点面子必须得给我 然后让我们这个基金成为中国富富的第一大基金 你知道当第一大有什么好处吗 不是说我们哥俩要那个虚名 说富富基金我最大 你越大 你占有的金融资源就越多 这是不讲道理的一件事 你要是真是说五百亿的以致富富就这么成了 全中国基金经理都会到潘老师那报道 说你能不能让我替你分管一下 那潘老师就考了 交卷子嘛 把他那个清华别人那课的考卷那么答题了 答不准的没你了 答准了还得面试做进职调查 你说钱你该怎么赚 这一下不会赚钱的 靠关系当上基金经理的 就都没息了嘛 富富基金越大越占便宜 咱们这个基金有我在 有140万粉丝 微博就是小风财经 咱们这一个直播400万点击料 咱们干嘛不把人气积聚起来 去置换资源呢 我违规了 这话不是你说的咱俩说的 这个用这种方法促销基金 证监会没说合规也没说不合规 听了这个直播之后下次就不许了 你知道我们基金销售也很难做 所有促销基金的办法只能用一次 第二次就会一个窗口指导说 你不准这么干 比如说你买我的基金 我给你一桶金龙鱼油 以前有人干过 马上叫停 连给瓶啤酒都不行 我倒想你买我基金 我发了一套免费软件呢 早就被叫停了 咱们这个忽悠式销售暂时还是可以的 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替佩佩主持了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得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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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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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